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普京这次造访大有玄机 而中央的形势 土耳其对于叙利亚北部军事行动的情况 持续受到注目 韩国年轻女艺人雪莉之死 受到中国网民们关注 韩国舆论圈更是再次反思 问题在哪里 年轻的生命到底承担着 什么样不可承受之重呢 造成现在人们抑郁 以及消极的抑郁压力 又有哪些事实的探讨呢 稍后一会儿来聊 今天有从来不抑郁的一个 他还是不了解我 各位好 积极乐观的评论员 我们欢迎吴雪岚 欢迎娜姐 我们更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群聊模式 和我们有话一起聊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桑把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户端 获取台节目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学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掌握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大话题接续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 我们说这个普京大帝 他的沙特参访行程 为什么他这次出访 这么受到关注 我上来很喜欢 让大家不要忘记 曾经发生过的新闻时事 我们的布访家去沙特前 我们要做一个新闻倒带 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早在今年9月中旬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普京 他到了土耳其的安格拉去 或安卡拉 这个安卡拉有三个首脑 三个巨头的会面 就是普京跟土耳其 伊朗这三巨头 他们都三巨头聚首 那当时有个新闻场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时的这个气氛 当然是普京和土耳其的总统 阿尔多安 以及伊朗总统鲁哈尼 三位 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三位 都是在讨论的 就是有关叙利亚局势方面的问题 没错 那么主要讨论 就是协助叙利亚北部的 伊德利普省 达至长久停火 当时在画面中间的 这位阿尔多安总统 曾经就指出 三方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替叙利亚来建立和平 三方当时也表示说 希望要找到政治方法 结束叙利亚 到现在已经9年多的内战了 对 然后在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要再抽出来 再抽出来一个画面 就是普京在后来的记者会上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场景 好 他在这个场景当中 他特别说了一段话 他就说 因为当时不是发生 那个土耳其跟沙特之间 这个也有军事上面的争议 然后他就说 我们准备好 帮助沙特阿拉伯 帮助沙特保护 他的国家和人民 说只要沙特领导层 做出英明决定 就像伊朗决定 从俄罗斯购买 S-300防空导弹系统 及土耳其决定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样 那时他们就能保护 沙特的任何设施 对 普京先放了这句话 所以跟回顾了 这么多这个消息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普京 在14号其实又到访了 沙特阿拉伯 和沙特的国王萨勒曼 以及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呢 也进行了会晤 商讨能源合作业局 和地区局势等等的事宜 普京14号乘坐专机 抵达沙特首都利亚德 这是他时隔12年 再度到访沙特 普京的汽车 在沙特骑兵的护送下 抵达亚马马王宫 沙特国王萨勒曼 与王储穆罕默德在门口迎接 萨勒曼举行仪式 欢迎普京到访 双方随后举行会谈 在会后普京赠送了一支非常稀有的勘察家笋 给沙特国王萨勒曼 萨勒曼则回赠普京一件珍贵的沙特画作艺术品 双方在王宫内签署了超过20项协议 当中包括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长期合作宪章 两国也一并签署了能源合作的议定书 其中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将与本国能源企业ESN 以及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合作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资并兴建 年产量可达200万吨的甲醇工厂 另外在太空探索 民用航空 铁路运输等领域 也都达成了合作或投资协议 俄罗斯农业部长帕特鲁舍夫表示 两国政府还同意相互扩大农产品和食物出口 并签署了备忘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之前刚经过土耳其上控 所以我脑子可能一直想到土耳其 刚才我们说它那个场景 应该是说那个伊朗它发射无人机 跟导弹去破坏那个沙特石油设施的之后 然后普京在那个会场上说的那个话 那它现在呢人就到了沙特去了 我们就好想要知道 它此行意义关注点怎么看 此行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 正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整个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下降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来 对 没错 也就是说国际力量此消彼长 那么俄罗斯在中东整个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 再有一点 其实沙特跟你看伊朗也好 包括以前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盟友 他们是不同的教派 那俄罗斯现在展现的就是 我既可以和什叶派的伊朗 关系非常好 我也可以和逊尼派有好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 我和不同的人都可以坐下谈 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来传递一些话 那么普京的分量其实就是在提升 更何况如果说沙特真的可以 未来买俄罗斯的军火 那对于美国来说是很丢脸的 因为沙特一直是美国传统的军火用户 所以普京这个时候去 这个时间还真是算很精准 是 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 不管怎么样对于中东板块的 这样一个未来的变数 俄罗斯应该是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背后一些细节 我们要交给杨子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次出访 这个时间 因为就在美军撤出叙利亚 土耳其出兵续北的敏感时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14号 是出访了沙特 并且在今天转到阿联酋继续访问 那么外界就普遍关注 普京这次的中东之情 对于中东地区的格局到底有何影响 其实俄罗斯早就想借着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这一机遇 来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那么早前沙特油田玉席 沙特是花了大价钱 从美国购入的爱国者系统 在袭击当中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普京就趁机向沙特 就推销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表示可以为沙特提供更可靠的保护 不过在俄罗斯与沙特 友好的交往过程当中 沙特的宿敌伊朗 是无法绕开的一环 普京就强调了 俄罗斯与沙特还有阿联酋 建立伙伴关系 但是俄罗斯绝不会与一方交好 而对付另一方 同时他还表示 希望发挥俄罗斯与伊朗关系友好的优势 在缓解沙特与伊朗间的紧张关系上 发挥积极作用 不仅是阿拉伯世界 俄罗斯还把目光投向到了 美国在中东的头号盟友以色列 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就表示了 他准备在明年的1月份出访以色列 到耶路撒冷出席二战死难者的纪念仪式 而就在今年的9月份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也曾经到访了俄罗斯 双方就谈及了两国的关系 还有中东局势等议题 那么普京如此高调的 和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国们是交好 其实就是抓住了特朗普 在中东收缩 美国在中东主导能力下降的这个时机 特别是美军撤离叙利亚所留下的战略真空 正正是给了俄罗斯一个机会 那么凭借着与土耳其 还有叙利亚两国关系良好的优势 左右叙利亚和平进程 进而在把这个影响力伸展至包括伊朗 沙特 以色列等等的整个中东地区 好 谢谢 谢谢杨子 蓝姐您怎么来看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一个 由俄罗斯主导中东的这样一个情况 怎么发生 您觉得呢 至少俄罗斯现在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尤其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过程当中 外界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实力 其实在此之前 我们会关注到在国际上有大事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是比较示威的 毕竟它的实力跟早年的前初年 已经没法再比了 但这是在叙利亚 那美国搞不定的地盘上 俄罗斯它居然可以谈 你看它和叙利亚这个官方的关系 是没问题的 后来包括一些反对派 也去参加俄罗斯主导的 这个阿斯坦和谈的进程 那后来包括土耳其全都加入 那再有伊朗 那我们还说了 未来它还会去以色列 整于这一大盘旗 俄罗斯现在普京就在这下着 当然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在中东的话语权越来越低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中东很多国家看到 其实原来指望美国什么呢 给我们一些安全保障 但是现在你看 沙特是买了美国的军火 他不管用 再有库尔德人 现在不是已经公开对着媒体 喊了说 美国你们要负起 你们的道德责任来 我们曾经是浴血奋战 并肩战斗的战友 你说丢就把我们丢下了 好 现在这个库尔德人 只好回头和叙利亚政府军 又去联手 所以外界会看到 你跟着美国走 可能他不仅不能保护你的安全 还有可能用了你的 借了你的力 打了别人之后 然后他把你丢弃 那美国其实是在中东 这个信誉 现在也挺成问题的 这反正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整个中东的局势来看 俄罗斯当局 其实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 包括在叙利亚 还有土耳其 很多的这个政治方面 都会有他们这个影子在里头 俄罗斯当局14号说了 俄罗斯方面是反对任何干扰 叙利亚局势政治解决的行动 俄罗斯方面也不愿意 卷入到叙利亚冲突 同时对于冲突导致的 伊斯兰国组织囚犯逃脱 以及流窜 表示非常的担忧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10月9号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 发动了针对 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当局 甚至都不想考虑 俄罗斯联邦 可能会卷入 土耳其在叙利亚的 军事冲突的任何的可能性 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和土耳其当局 目前保持着联系 这也包括通过 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 佩斯科夫指出 土耳其 从这一行动的各个层面开始 俄罗斯方面就已经明确指出 任何可能干扰和阻碍 叙利亚政治解决进程 并激起叙利亚紧张局势的行动 都是俄罗斯方面不希望的 这个立场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改变 俄罗斯政治专家指出 俄土之间可能已经达成了协议 10月13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的行动 并没有影响安卡拉和莫斯科的关系 俄罗斯也不反对 扩大军事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承认 土耳其的行动可能会导致 数百名的恐怖分子 从叙利亚进行逃离 俄罗斯总统还怀疑 土耳其的武装部队 能够迅速控制这些占领区 凤凰卫视卢宇光 萨维 莫斯科的报道 我今天看到很多网友 也在谈论这个中东局势 你看这个网友随心把 他就说 他说中东一直都是 美国跟俄罗斯争夺的地盘 那现在美国没有能力守住中东 所以俄罗斯自然会趁虚而入 加强在中东的力量了 然后还有网友 暴风雨下的绵羊 他说是沙特虽然是美国盟友 但是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不错 如果俄罗斯想借此主导中东局势 他觉得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美国不可能不管 他说顶多俄美双方 以波斯湾为界分地盘 然后还有网友郭 他比较担心那里的人民 因为他说自从中东 发现了石油美元那里的人民 就没有安稳的日子可以过了 所以列强基于大国博弈 错综复杂 福西获西谁人能道清说明了 我想像这个普京 那么强势的领导人 刚才杨子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发觉 普京他常常有很多的 手势的动作会拍到 而且他眼神非常的锐利 刚才有一张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总喜欢拿一根食指 在这个头旁边 像现在套用中东局势 似乎就是一副 中东 特朗普 特朗普 中东 看我的 特朗普也有动作 你没得够 最像那种记者就是说 他们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俄罗斯跟土耳其之间 他们确实是达成某种默契 这次土耳其打叙利亚北部 肯定是俄罗斯默许的 但是有一个原则底线就是 你土耳其的行动 不能真的把整个叙利亚的和谈 叙利亚的政治解决问题的进程 给破坏了 因为那是俄罗斯一手主导的 包括俄罗斯也打造了一个 叙利亚的宪法委员会 150人的成员那里面的人 都俄罗斯指定的 这对于之后 这个叙利亚问题解决 以及俄罗斯未来 在叙利亚的合法性 甚至在中东话语权的合法性 都是很关键的 这个宪法委员会 所以俄罗斯是盯着的 就是你的行动到什么地步 包括现在刚才有一条新闻片 就是说有很多激进组织 这个分子已经逃离了 其实俄罗斯相当紧张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是毒脸体籍的 这一旦再次到了俄罗斯的周边 对于俄罗斯来说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毕竟前些年 俄罗斯也频繁遭到各种 黑寡夫等等人蛋的 这个恐怖袭击事件 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局面 事态 俄罗斯都是在盯着的 他绝对不会放任 一个是土耳其 把整个叙利亚大量的领土吞兵 再有就是整个土耳其 在中东做得过大 都是不能允许的 看来这每一张牌 都要很小心打 那其实聊到了中东局势 有很多的消息 还是要值得我们来关注 特别是联合国 对于目前来看土恤的 这个战胜情况 感觉到非常的紧张 也是希望立即降温 情况会不会出现大暴走 现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跟着回来之后 一会儿接着再来看一个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普京大地他到沙特的行程 联动要看中东这个情况 特别是土耳其 跟叙利亚北部 所发生的军事行动 掐指一算 15号进入了第7天了 叙利亚政府军跟库尔德 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达成协议之后 也已经进驻慢笔记 那么他们就是要来防止 北部重者落入到土耳其的手中 库尔德自治政府也估计说 战事已经造成 超过27.5万人流离失所 当中还包括了 7万多名的儿童 为应对土耳其 及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在旭北的军事行动 叙利亚政府军 当天进驻了旭北 多个此前由库尔德武装 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控制的地区 另外土耳其方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记者会上暗示 土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就是仍由库尔德人 控制的曼笔记 在曼笔记附近 已有大批土耳其 及其支持的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集结 而叙利亚政府军的部队 也进入了曼笔记的范围 对于土耳其 在旭北的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 14号签署行政命令 决定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他表示 美方将制裁土耳其 多名高官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并禁止其入境美国 美国也再次把 对土耳其钢材的关税 调升到50% 同时喊停与土耳其 总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 贸易谈判 美国副总统彭斯 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在白贡外正式宣布制裁措施 总统特朗普 美国总统彭斯 要斷燃營 然後開始在斯里斯坦的 跟俄羅斯的軍隊 帶來暴力的暴力 美國的美國 並沒有給德國 給俄羅斯的白灰燈 另外 歐盟各國外長 在盧森堡開會 一致通過譴責土耳其 對續北的軍事行動 並加入法德行列 禁售武器給土耳其 我要害了 你看特朗普每次的制裁 就是經濟制裁 這種經濟制裁對土耳其來說 有點不疼不癢 現在看起來 這是不是也就是 擺個樣子而已了呢 目前第一步 制裁肯定是逐漸的 漸進式的 現在確實意義不大 尤其他制裁什麼國防部長 什麼外長 那完全是象徵性的 然後經濟制裁 無非就是可能暫停 收了一筆關稅 好 現在再把它收起來 這確實對土耳其來說 不是非常大的一個事 但是如果土耳其 土耳其繼續打 碰觸到美國的所謂紅線 然後呢 美國可能就會拿出一些殺手鐵來 目前我們還是要觀望 因為真的 目前的制裁是不可能的 您覺得 美國的底線到底在哪兒 現在土耳其明面上就說 我是要幹康爾德人嘛 現在的問題就是 美國給土耳其 碰了他的這個底線呢 或者說有其他的一些 真的種族清洗了 但是其實現在也有一些跡象啊 比如說長期和西方合作的 一個領導人已經在 所以還是要觀望 那邊特朗普的政策 現在是不明確的 對 其實呢 就是在這次 在這個土耳其空襲敘利亞之後啊 還有一個細節就是說 它有這個數百名的 伊斯蘭國組織成員的親屬 13號的早上的時候 是從這個康爾德人控制的 扣留中心逃走出來 那麼就人道援助組織擔憂 遏制武裝組織成員的工作正在崩潰 The Turkish operation in the Syria affected the entire Middle East not only the Syrian territory The escape raised fears that the attempts to contain a flight of the militant group were crumbled and ISIS flag have been raised again We hav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onsidering major escape fraud ISIS commanders from a whole concentration camp or prisons by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those ISIS commanders are very lethal weapons and of course Iraq will be affected by chaos in Syria because it's a neighboring country The security report underscoring that 10,000 ISIS members managed to escape from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prisons all concentration camp We think that the thousands of ISIS relatives managed to escape from prisons but the number of dangerous ISIS commanders could reach thousands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those are the most dangerous fighting commanders who are well trained and seven thousand are normal fighters ISIS members Kurdish officials said that the flag of the Islamic State has been traced in the countryside between the camp in the Kurdish health town of Ayn Asha and the Turkish border another indication of how the Kurdish authorities were losing control of a region they had freed from the extremists only months ago thousands of ISIS fighters came from a president in the northern of Syria that thing threatened the Iraqi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Hassan Fartouz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好 是的 就是这个情勢 对 蓝姐刚才也点到了 就是看到这个 伊斯兰这个恐怖分子 他们如果从前院出来 对 大量出头 另一个意义就是说 他又得到了另外一种自由 但是他这些后面的情况 就是他现在的忧虑到底还有哪些 其实忧虑还很多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 美国会制裁土耳其 土耳其呢 你就说你要真制裁我 让我非常痛的时候 我是可以有反制的 为什么 它的境内有360万的叙利亚的难民 这些难民出去之后 对于欧洲 对于美国 是吧 包括对于美国的盟友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然后土耳其境内还有很多美军基地 比如说英吉尔利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 那未来如果不给美国用了 怎么办等等 所以美国制裁土耳其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所记载 当然土耳其去真的做 这个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他也有一所顾及 是必须的 很关键的时间就是11月13号 阿尔多安是要去美国的 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见到特朗普 然后特朗普会不会拿出 比如说F35的项目 你再回来吧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安抚他 然后两个人再谈一谈 在库尔多人问题上 你边界究竟在哪里 所以11月13号很关键 但是现在到11月13号 还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也希望国际社会 包括俄罗斯在内 俄罗斯对土耳其 还是现在有一定影响力 大家都出来做一些正面的 积极的动作 真的是要把叙利亚的问题 还是用和平的 政治的方式来解决 而不是说刚取得一些战果 现在就 伊斯兰国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难民可能会四散逃皇 所以说真的是正面的要推进 就很怕这个部分 因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这国际社会当初为了打击 对 以为了为了打击ISIS这个势力 就很担心说这样不被前功尽弃了 是的 所以对于联合国来说 也是实际上非常地关注 这样一个问题 对 没错 因为对于接下来IS的隐患 联合国民事长古特雷斯 也发表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 他在14号通过发言人表示说 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严重关切 他呼吁立即要降温当地的局势 并且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关切 联合国民事长古特雷斯 14日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 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军事事态发展 已经造成了众多的平民伤亡 以及至少16万平民流离失所 他表示对于局势发展严重关切 呼吁立即让局势降温 并强调任何军事行动 都要充分地尊重国际法 古特雷斯还表示 他注意到目前的军事行动 可能会导致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有关的个人意外获释 真相带来严重后果 同时他也强调根据安理会有关叙利亚的决议 叙利亚的危机解决方案 必须是一个和平的政治方案 必须建立在叙利亚主权独立 统一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 迪亚里克还向记者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 彼得森当天还在卢森堡 会见了欧盟28国外长 彼得森表示 各方对于叙利亚事态的发展 深感震惊 敦促有官方避免采取 进一步危害平民 破坏叙利亚主权的行为 凤红卫视 陈寅谦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是的 这和平 真是应该人类尽力 努力的一个最大期盼 局势我们先关心到这里 稍后大话题呢 韩国一位年轻女艺人 那香消玉损 玉损 这25岁风华正茂的年纪 究竟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走上绝路呢 下节话题 我们继续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声音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你也可以登陆以下客户端 了解台节目后的 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 摇一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我们继续聊下去的同时 真的要一声 它是融合了 我们融合了很多情绪 又是叹息 又是震惊 又是不可思议 又是心疼 在星期一的时候 其实那个杨子 完全我们还在聊 杨子先喊出来 说有这条新闻 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 觉得不敢相信 就是非常火的一位艺人 她是25岁 韩国女艺人 突然看到心情说 她上吊自杀了 说她死亡了 那一瞬间 我以为是看到什么假的消息 但是后来发现 那是事实的时候 真的那个心情一时之间 是接受不了的 对 然后呢 因为她年仅25岁 所以刚才 我心里的心情就觉得 这真是香消玉云 这么年轻美丽的女子的生命 就没有了 因为据说 她这个生前的一次患有抑郁症 据说是中毒抑郁症 雪莉生前还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 最近是被网友也找出来 当时她还且哀求记者和观众 多疼爱自己一些 如今看了 确实是让人唏嘘不已 我感谢你 怎樣的朋友 是很 착的朋友 為什麼你才能吃這個? 這些人 被他們知道的人 在私的孩子沒的 那些人知道 我喜欢你 我 我会有这种感觉 我会有这种感觉 需要有这种感觉 我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会有这种感觉 记者就要是别人 我会有点 就要是别人 那10月14號呢 雪莉確認死亡的話題 是刷爆了整個網絡 根據了解 她的經紀人向警方表示 從13號傍晚和她通話之後 就一直沒有能夠再取得聯繫 而14號到雪莉獨居的寓所查看 發現她已經身亡 有消息說雪莉生前呢 日記本的最後也寫著痛苦兩個字 那麼警方稱在雪莉的一所之內 是沒有發現犯罪的蹤跡 但是將考慮有可能性展開調查 對 那麼當天晚些時候 我們看一個反應 就是雪莉她所屬的經紀公司 SM娛樂確認雪莉離世消息 同時宣布雪莉的葬禮 是以非公開的刑事進行 中年25歲的雪莉 她原名叫崔真禮 2009年的時候 是以女團的這個FX成員正式出道 2014年暫停演藝活動 2015年退團之後 她改行做演員 這其實一提到韓國 最近這幾年的這個娛樂圈的 各種各樣的這種問題 其實層出不窮 這藝人自殺也不是第一件事情了 這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因為這種網絡攻擊暴力 去自殺的藝人 她也不是第一個 好幾好多個好多個 就可以看出現在 對於韓國的藝人來說 確實是挺難的 他們的這個心理狀態 確實是讓人挺堪憂的 這個狀態 應該不是挺難的 而是特別難 其實以前我們也看到一些爆料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韓國 尤其是比較頂尖的明星 尤其是女明星的背後的 實在都是非人的 有很多明星的 你為了要出名 或者說保持你足夠的 一個好的曝光率 你不得不去進行一些性交易 你不得不去整容 你不得不去參加 公司讓你做的任何事情 這個事情很可能會 無辱你的人格 會突破所有的底線 他們是沒有辦法抗拒的 一旦抗拒好 我馬上不讓你曝光了 你被血糖起來 你之前辛苦那麼多年 你的家人的所有 對你的期待已經全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會扭曲自己的心靈 去不得不去配合公司 但是往往配合了之後呢 可能效果也不那麼好 因為畢竟可能會年花老去 所以以前崔真石 他不就說第二天要拍片子 但是我發現我的臉腫了 我不夠美怎麼辦 就去死了 內心非常脆弱 當然其實跟韓國從很早以前 就是金大中時候 應該是1998年 就開始舉國搞這種文化產業 是有密切關係的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剛剛經濟還不錯的 亞洲四角龍 韓國等於說非常慘 但是很多的財團 很多公司都倒閉了 然後這個金大中就想了個辦法 我們要用文化出口來提振經濟 之後就有大批的文化公司 就不惜血本來做 但是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扭曲人心的東西 是 而且文在寅 現任的韓國總統 還曾經對這個演藝圈的風氣 他都關注到了 那麼這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在韓國娛樂圈 又是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我們交給楊子 其實就在昨天 這個雪莉離社的消息 意境傳出之後 不少的韓國演藝界的人士 是紛紛取消或是暫停活動日程 加入到了追悼的隊伍當中 特別是雪莉的前隊友 FX的成員 Amber 劉毅雲 她就發文宣佈要暫停個人的活動 同屬SM公司旗下的多個組合 也是取消了當天的行程 我們再來回顧下雪莉吧 雪莉她今年只有25歲 但是她已經在娛樂圈待了半輩子了 因為她在2005年的時候 年僅11歲的她 就進入到了SM公司去做練習生 並且於4年之後 加入到了女子組合FX 並且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而且是爆紅 那麼之後她是作為演員 已經曾經獲得了 這個演技大賞的最佳新人獎 雖然在很多外人看來 雪莉的演藝之路可以說是一片光明 但是由於她這個長相非常的可愛 再加上她又是童星出身 所以她一出道的時候 就被很多人貼上了一個標籤 什麼標籤 就是清純可人的標籤 但是她本人形勢作風非常的大膽 而且多次因為不穿內衣 出現在公眾場合 以及走光和網友互怼等行為 成為了爭議的一個焦點 那麼不符合預期的偶像形象 所以就這樣遭到了一眾網友的詬病 甚至是惡評和謾罵 其實就在雪莉去世的一個月之前 她曾經為了紀念自己出道14周年 還發表過一封手寫信 那麼在這個信中當中 她就提到了 她是在失魂落魄地看著前方生活 只有回顧過去幫助和鼓勵過自己的人 自己才會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活著 其實呢各位 其實從這封信當中呢 我們已經隱約地可以感受到了 她的這份孤獨還有無助 其實就在雪莉被確認去世之後 網友們也是開始了對她的群體悼念 那麼韓國的熱搜榜 也是持續被雪莉相關的關鍵詞所佔據了 那麼韓國網友更是在全網 發起了淨化雪莉相關搜索詞的運動 大量搜索 雪莉我愛你 雪莉桃子等等的內容 想要努力地讓這些美好的詞 去取代掉昔日的那些惡皮 我們謝謝楊子 其實也讓我真的是很深刻地覺得 這個人性總是有非常無奈的相像 連中外都一樣 就是所以呢 無怪乎有網友就唏嘘就說 當你死去全世界才突然愛你 對 你看他 對不對 就突然間湧出來的大量的關係 那麼以前在哪裡就好多 我看到韓國網友很多也是這麼在 而且很多網友可能在雪莉生前 還發表過謾罵她的言論 在她去世之後才開始說 哎呦 好可惜啊 就說這種不痛不癢的話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壓垮人 就是最後一根稻草的這種語言攻擊 所以網絡惡意的這種攻擊和評下 真的讓人值得深思 我有一個好奇 你看你養子的年紀 都是非常年輕 非常非常年輕 十八十八 對 她真的很年輕 你們會不會對於網絡上面 稍微對你們一些批評的言語的承受力 會不會特別 你會特別受不了 特別受不了人家批評 因為我們也有公眾的這個平台 我也是遭遇過類似的情況 就比如說有大家的惡語相憑 或者不同的意見的發生 最開始的時候 你剛開始遇到的時候 你真的是不知所措的 你會覺得很傷心很難過 你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很委屈 有一段時間心情是非常低落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跟家人過多的傾訴 反而讓他們擔心 你真的會這麼在意 但是真的 因為你一旦接受的時候 你經歷的時候你心裡很難過了 但是你後來就想 如果你越是理他們的話 你越是給了他們攻擊你的機會 對 你就中招了 就中招了 所以就不要理是一種 雖然算是逃避 但是用很有效的辦法 至少自我保護了 至少自我保護了 這點跟射手座還是像陽的 像陽光的 是 其實這次這個雪莉的離世呢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確實是她生前患有嚴重的抑鬱症 對 說到了抑鬱症 最近也就10月10號 我們其實才聊過 世界精神衛生日這個事情 呼籲大家要關注的 就是心理健康的問題 沒想到呢 昨天就傳來了她離世的消息 根據經紀人的透露 她生前患有的這個抑鬱症 非常地嚴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鏡頭之前的雪莉還是會笑 甚至會放飛自我 但是可能你會問來說 抑鬱症還有這樣自如地參與社交的可能性嗎 在這兒我們有必要也通過一個短篇 瞭解一下抑鬱症的特殊表現 高功能抑鬱症 高功能抑鬱症 會去學校或工作 和社交當時必須 但一旦他們有責任的責任 他們會退出自己 這裡有七個訊息 你可能有高功能抑鬱症 第一 你關注時間 雖然你達到你的目標 和完成所有的項目 你會覺得你會花時間 雖然你找一個新的工作 或工作 你會覺得你也會想像一隻 而是一隻腳 又會想像你會花時間 你會想像這樣 都會想像你的工作 而且你會想像那樣 你會想像你會否重心 你會想像自己 因為你會想像你不太 你會感受到達成功 你會感受到達成功 你會想像你會感受到達成功 所以你會想像到達到達氣 到達成功 你會想像你的心 你會想像你的心 是大或小的, 你会发现自己 overthinking and eventually breaking down. 4.你感觉到失败了 因为很多高-functioning depressives can maintain a job, a house,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人们感觉到有多 anguish they're going through, 几乎他们的感觉, 只因为他们不像一般 depressed person. 5.你感觉到失败了 因为你感觉到失败了, 但如果你感觉到失败了, 你会发现什么时候, 你才会经营測的感觉 你也会受不了 stress控重心理 中有关自己的感觉 7.你感觉到有关良好异的有关 可以健康的方法 很多高-functioning depressives turn to self-destructive habits to clear their minds. 7. You have excessive pastimes. Along with any unhealthy coping habits you have, you may also find yourself constantly gaming or binge-watching TV series, among other things. Although these activities seem normal, the problem is you're actually using them to escape reality. 我现在想的更多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很多朋友甚至说他自己有这个倾向他不知道的。 他可能有些轻度, 特别是现在的人这么的忙碌, 据数据调查, 确实像一般的太过忙碌的, 这个压力很大, 你工作时间长, 他都有一些轻度。 轻度的反应, 但可能自己靠很多的方式, 唱唱歌, 像万俊, 彈丹琴, 唱唱歌, 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排解。 我也曾经觉得我们朋友, 他就是有一些事情一直过不去, 他会非常, 一直重复, 我觉得在这些有困难要反应的朋友, 身边的朋友们也很重要。 对, 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真的要耐下心来陪着他们, 但是千万不要去说什么, 根本就没事, 你好好。 就是他会觉得你不重视他, 觉得你不在乎他。 对他反而是这种伤害的原因。 然后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就是这真的是应该面对的一种病, 而不是一种心情。 带他去心理医生呢, 如果他不愿意你陪着呢, 你要帮他列一张清单, 你需要问医生什么样的问题, 给他写下来,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这些人一见到心理医生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点慌了, 或者自己的各种情绪, 其实是无效的一种沟通。 所以要列一个去看病的就诊的清单。 还有我补充一点, 就是要关注那些高功能抑郁症的患者, 因为他们是笑着去死亡, 这个是很危险的, 你很难去察觉。 所以要多关心和多善意对待你身边的这些朋友, 多提提他们的心情。 其实聊这么多, 我们发现韩国娱乐圈的这个问题, 也折出了很多人性脆弱的地方。 很多人都说韩国娱乐圈可以叫高危娱乐圈。 对, 回来之后就一块来聊一聊韩国的娱乐圈。 稍后见。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时听盛宴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户端, 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到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雪莉的突然离顺的让人惋惜的同时, 也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了韩国艺人, 这样一群不为人知的人群当中吧。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最近十几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的韩国明星, 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 当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2008年, 韩国女星崔真石被发现在家中上吊自杀。 而同为明星的弟弟崔真英也在2010年自杀, 致使他们亲生的罪魁祸首就是抑郁症。 根据数据显示, 韩国有40%的艺人都患有抑郁症, 从中可以一窥韩国娱乐圈的种种问题。 首先就是激烈的竞争, 韩国大大小小的演艺公司是超过了2000家。 2007到2017年这十年间出道的偶像团体高达436组, 而这背后还有上百万数量的练习生, 但其中大概只有0.1%的人才能够获得正规演艺公司的青睐。 出道之后, 顶级明星的收获财富的同时, 却有差不多90%的艺人收入, 甚至还不抵普通的上班族。 这和经纪公司的抽成是有关系的。 一般来说, 公司会抽走60%, 艺人只能拿剩下的40%, 而艺人的性别也会对于收入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比方说, 韩国男艺人的收入可以比女艺人高出1000万到1.1亿韩元。 和低收入相对就是高强度的杀人形成了。 很多韩国艺人从早到晚赶通告, 晚上还要接受唱歌演技等等训练, 平均每天只能睡3到7个小时。 因此, 像过劳晕倒在舞台上的艺人也不在少数。 但往往只是短暂地接受治疗之后, 又要火速回归舞台。 接二连三的悲剧也让不少的韩国媒体陷入思考。 有韩国媒体报道说, 艺人明星的精神状态、 心理健康亮起了红灯, 是需要引起广泛关注的。 还有媒体表示说, 大众社会以关心为名义, 对艺人施加的暴力言语也让艺人感到孤立。 因此要求制定恶评禁止法的呼声, 是越发的高涨。 谢谢 俊哥。 我其实今天看到很多网友都在为这个 韩国艺人的心理问题而担忧。 包括这个雪莉事件, 你看很多的网友就有一些感慨。 比如说随心吧, 他就说, 现在虽说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但是言论自由应该是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之下, 你才能言论自由吧。 然后还有网友轻武肥扬, 他说先不说人家有没有抑郁症, 一个正常人只要人家没有犯法, 人家做什么是他的自由。 那么网上这种恶毒的谩骂, 人身攻击给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 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 甚至是能使出各种恶毒的语言, 他觉得非常的气愤。 然后还有网友伤身热水, 他说网络霸凌所带来的伤害是长久的, 具有可持续性的, 这个是非常可怕, 很难有人能够承受得住。 那么对于网络霸凌的预防和监管, 尤其是社交平台, 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争取第一时间发现, 并且阻止。 而且很多人说要多关心一些, 比如像韩国艺人这些心理素质上的压力啊, 问题啊, 其实打眼影都该给出更多的善意。 其实韩国社会他们的这种批判性是很强的, 因为很多领剧作品, 他们会对现象去做有很多的这种针对性的反思。 可是在娱乐圈这件事情上, 也有更多的人问为什么, 就是说他们的女明星, 经济公司把她们当商品, 你不好好的去保护一人, 没有观察到她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到底在这一块环境上, 是不是还有跟韩国人,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民族特性有关。 是的, 你看其实我就是朝鲜族暴露一下, 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方, 其实这个朝鲜族它大男子主义还都挺厉害的, 然后韩国男尊女卑太典型了, 刚才万俊也说到就是女明星一样的收入, 会比男明星少很多, 其实不仅是演艺圈, 不仅是明星圈, 你从事其他行业, 你如果作为一个女性, 你能够拿到男性60%的收入, 你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而且上升通道什么, 其实都非常的狭窄, 所以有很多女性, 韩国的女性遇到家暴, 或者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打落牙齿往肚里眼, 因为整个社会它对于女性就是很不公平的, 更何况呢, 女明星在整个社会又是一个不那么高尚的一个职业, 尽管大家都很喜欢看她们, 但就你说对了, 就是商品, 就把它们物化的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现在韩国培养这个明星, 他都是从很小开始, 先当练习生, 所以这个培训生, 练习生呢, 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的心理其实就不是很健康, 所以你说说, 埋下了霍根, 一个风气。 其实我是感慨, 其实除了你看艺人会遇到这个情况, 其实像我们很多普通人, 同样也可能会受到这个网络暴力的伤害, 因为如今的这个网络世界, 有太多的断章取义了, 你眼前所见, 距离真相可能会有多远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条泰国的公益广告。 多了, 464。 多少夜隔? 你说的那些多日子都不想象异时, 不认识吗? 不是与你, 不认识来说了。 要去或不去? 想死了吗? 我相信, 如果你告诉你, 不要再看看你, 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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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来 也不 happened, 不要再来 不要再来, 開始 你要看 这个学历的死也引发韩国社会 对网络恶意攻击问题的一个关注 大家最怕的就是那种片段 片章 断章取义了 那我们看韩国现在舆论 就希望要求制裁恶意的留言 这种国民请愿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来 韩国的网友在清瓦台国民请愿网站 发起请愿 要求政府修改法律 加强对网上恶意攻击者的处罚力度 避免类似学历的悲剧是继续上演 而这项请愿截至15号的下午 已经有超过2000人参与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 参与人士超过20万的请愿 会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正式回应 这其实我记得鲁迅当年文章当时 写的八个字叫 众口朔金 击毁消股 这其实就讲人言可畏这件事 其实不光是韩国艺人 其实中国之前也有一些艺人 因为抑郁症趋势 乔仁良 乔仁良 对 他的离世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些 不负责任的网友 这种很恶言相向的这些攻击 确实是 这可能是现在一个普遍的 这样一个现象 可能在网络上 因为他很多人讲话 他是不需要在网络上讲话 负责任的 他不需要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他们这个言语 就变得非常的恶劣 这种情况确实是 不光是韩国 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都需要 网络很快嘛 名人在明 他们在暗 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说 其实中国在法律 这方面可能跑得快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就发布了这个叫做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杜绝网络暴力 这也是刻不容华的 我们立法做的是很好 但是其实法律执行起来 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除非这个事件 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对 尤其往往是公众人物 如果一个普通人 他也会遇到一些网络暴力 对他以心灵也构成一个伤害 那就很难去量刑的 所以其实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真的是祸从口出 这个祸很可能是去给别人 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打掉了 之前不是发生过吗 有一家要去自杀 然后本来已经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然后就是网友说 怎么骗我们 怎么没有去死 你本来就要去死 最后一家全死了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嘴里留点得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 这个比法律还要紧 是的 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真的还有很多想关心的 但是总结一句话 真是爱要及时 一起转角看到爱 在河南郑州急诊科的一名男护士 正在急救病人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妻子临缠的电话 他不得不让妻子先自己不打120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我也是一名护士 第一 他是抛肤缠毛 子宫壁非常的薄 也随时就可能发生 子宫破裂的这种大出现症状 对这种情况身边不能没有人 他正在抢救病人 他也回不了家 就那一会儿内心其实崩溃了 而且人家病人加速 那些期盼的眼神也没有办法 当时那些神仙就高兴地都想跳起来 想飞起来了 有相距离才能看到的 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 我当时我看见他 我也是很激动 我有感觉这真是上天在眷顾我们 真是有爱有眷顾 祝福他们真是幸福美满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再次谢谢兰姐 谢谢兰姐 我们祝福大家一切 明天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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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wellness